英国的两年的挑战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 对我的家庭的影响也是很深远 Hello 大家好 我是Ophelia 我终于回来了 真的很想着大家 这九个月我一直都没上传过任何youtube 去更新大家自己的情况 真的很没意思 因为很多网友就透过IG E-mail去联络我 想知道我的情况 在这里都跟大家说 真不好意思 很抱歉 没有去一一回复到大家 九个月没见了 我差点连拍片都不懂拍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要说些什么好呢 真的生疏了很多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来英国了 你又来了没呢? 如果你来了英国 你选了在哪里落脚? 懂不懂影经过?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如果有 或者你想和我分享一下 都可以 欢迎大家 在下面留言 或者E-mail给我 都可以 很希望可以回复到大家的留言 这九个月 我可以说是 更忙过拍片 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繁忙期 那我究竟九个月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这九个月真的做了很多东西 最主要想和大家分享就是 我回去读书 我想大家都猜不到 我作为妈妈竟然在这个年纪 还要回去读书 那读什么书呢? 就是考英国的律师牌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律师牌真的不容易考 尤其是在我这个年纪 我是要比起 别人用很多的时间去预备 这个考试 可以跟大家说 我总共是预备了七个月 这七个月 除了照顾小朋友之外 我其余大部分的时间 基本上就在读书了 因为现在发现记性差了很多 今天读完的东西 明天已经忘记了 所以就要给别人多的时间去预备 这个考试 总共有十六卷的考试 十六个阶段 十二卷就是不市 另外四卷是oral 总共是要考两个星期 还要在暑假期间 就是小朋友放假期间考 所以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终于在八月中 我们就终于完成了 可以松了一口气 希望我来近 都可以在各方面 可以帮到大家多一点 都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近况 最近考试完试之后 还有些什么 心情如何 各样东西 其实我考完之后 还很累 人还未恢复 尤其是在书假期间 其实要很多时间陪小朋友 在暑假最后 那两个星期 我们就 plan 了和他们去 苏格兰去旅行 打算放松一下 怎知道整个旅程 是更累 因为我们开车上去苏格兰 苏格兰也要4个小时 从苏格兰也要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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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开车 已经去到我们 整个旅程的差不多一半左右 因为最后几天 苏格兰天气不好 整天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转到 去Pick District那里玩 虽然沿途风景很漂亮 苏格兰真的很值得去 但我和老公都一致决定 如果下次再去 一定会搭火车或者 搭飞机 然后去到才租车 这样就没那么累了 那我们今次去苏格兰 去了哪里呢 除了去了Edinburgh之外 还去了Highlands Highlands真的很推荐大家去 因为真的很值得去 我们去了Immurness 去了Lockness 去尼斯湖那里去看水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这只水怪就叫做Nessie 那些小朋友真的以为 尼斯湖是有水怪 不断地说 看看湖里面 那只水怪何时会出来 真的很搞笑 你会看到其实 市场真的很重要 因为真的很多旅客 真的去尼斯湖找水怪 对我来说 2023年 今年到可以说 是我人生中 差不多是最辛苦的一年 可以说其实 我以前觉得 考会考考高考 已经很辛苦 去到这个阶段 今年又要照顾小朋友 又要读书 全时间读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 真的要承认自己老了 我记忆力差了 唯有去用时间去补回 我考试前那一两天 我是跟自己说 差不多了 足够了 但我是不用自己停 因为我之前记下的东西 可以是完全忘记了 因为我考试之前那几天 刚刚发烧 所以我考试那两个星期 都要吃着抗生素去考 虽然是很辛苦 但是 今天暂时 这个难关 暂时过去了 虽然是未出成绩 但我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更重要是可以 见回大家 可以拍更多的影片 和大家见面 真的很开心 可以见回大家 如果网友有任何需要 欢迎 随时联络我 又或者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影片 都欢迎留言给我 说完我自己的问题 和我近况之后 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香港人来了英国 移民过来 可能遇到很多困难 或者有什么压力 然后又会想回香港 会回流 或者有抑郁这些问题出现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见解 和我一直以来 在英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看新闻 都会看到 有一个港妈 就拍片 分享 她自己不开心 不适应 其实我想这个状况 是很正常的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感受 或者经历这些问题 只不过她没有说出来 告诉你 移民是真的需要时间去适应 去重新认识一个地方 需要时间 好像你去认识一个新朋友 都同样需要时间去慢慢认识 所以大家不要说一过来 不适应 就急着脚就回到香港 其实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我都挺喜欢英国的 你说我来了一段时间了 我已经 为什么还是很不适应 其实可能有很多英国的生活压力 跟香港的很不同 而且大多家庭主婦来到英国 都不会做事 是全时间的去照小朋友 和去照顾家庭 去服侍家庭 没有家人和朋友在自己身边 没有人和自己聊天 难免会觉得很闷 和很不开心 都说回自己的一些经历 今年是我踏入来英国第16年 虽然时间看起来好像很长 而我自己已经很适应英国的生活 很享受英国郊外的生活环境 但我都可以跟大家说 英国这两年的挑战 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 对我的家庭影响也是很深远 我所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在COVID之后 在Brexit之后 我自己的家庭的生活压力 都真的比以前大了很多 那不说大多数家庭 我自己的家庭来说 都是很受影响的 超市的物价上升 油价 电费 出街吃饭 各样的生活支出 全部都贵了很多 最贵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的按揭 真是很夸张 我都不敢跟大家说 我怕吓到大家 作为打工仔的家庭 真是倍感压力 只是计按揭 我们本身给几百磅一个月 现在都要给千多磅 我们出街吃饭 COVID之前 我都跟大家分享过 可能10磅左右 已经可以埋单 现在我们四个人 40磅是不能埋单 起码要5-60磅 一般的可能是普通餐厅 吃快餐 例如麦当努力 麦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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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起码要30-40磅 这个价钱 可能未算喝东西 或者喝酒 未算饮品的价钱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真的很难存钱 其实我和我老公都说 很难想像 很低收入家庭的情况 例如伊拉 有些同学的家长 平时因为经济差了很多 便吃少了很多东西 整个人是瘦了几个尺寸 你看到是这样 他们是很省 平时省得就省 接个女儿放学 他们情愿是不搭车 是由自己工作的地方 走50分钟 去到学校 在下雨的情况下 都是担着把傘 走50分钟步 去到学校 去找个女儿 去放学 你看到生活的状况 真是艰难 所以我是很明白 很多新来的香港人朋友 来到英国 是很大压力 还有其实就是 除了生活压力 融入的压力 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还有就是刚过去的 暑假的heat wave 其实七八月真的不是很热 今个夏天真是很幸福的 刚刚是九月头那两个星期 就是热到妈妈都不认得 我是没有冷气的情况下 尤其是香港人习惯了冷气的 真的很难受 我自己也习惯了没有冷气 我也觉得很难受 那两晚最热 我开了风扇也不行 我都是睡不了 整晚 分享这么多 不是客户大家不要过来 是告诉大家 很多香港人不适应英国 回流回香港 尤其是长者回香港 可能真的对他们好一点 因为有很多朋友 去跟我们聊聊天 来到这里 可能语言又不通 真的很难生活到 很明白 但如果你有魄力 又不怕挨苦的话 那就不妨来英国一试 另外其实今年新年 我都回过香港一次 去探讨我自己的家人 其实很开心 吃了很多美食 最开心是见到很多家人和朋友 不过我真的觉得 小朋友在英国是开心很多 那两个小朋友在香港做得最多 除了玩之外就是看手机 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你若家人或朋友出去吃饭 很多时候都会吃一个钟或以上 小朋友觉得悶的时候 自然你会开手机给他们听 或是看电子产品 我两个儿子最喜欢就是看迪士尼 我之前还是带一本书给我大儿子看 那连本书都看完 你还没走的时候 唯有看iPad 过了一段时间 那你一开波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就已经是要看iPad 因为他已经懂得扭 你说我已经要看iPad 那另一个问题就是 一般香港小朋友都很晚睡 那我们回到香港都不例外 两个儿子没有9点 我们都没得睡觉 因为很多时候你约上朋友 晚上吃饭 回到家都已经是过了9点 搞起来都可能10点11点 真的一不够睡觉就常常扭脚 又会很累 所以在香港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说这么多其实会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想和大家分享 不要说你们来英国 我现在回到香港 我都会感到不习惯 所以想勉励 刚刚来到香港人 不要灰心 可能时间久了 你还会觉得我回到香港 更加不习惯 所以大家加油 好 我未来都会继续拍更多影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下集见 拜拜